2斤身边的这台机器 如大家所见 二斤身边的这台机器其实并不是二斤自己的 是小伙伴买下以后 希望它的这样一套全家桶可以在节目里面出现 然后鉴于这套全家桶其实是其他两套的灵感的发源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台主机 这台主机跟二斤店里面其实是不一样的 自己也想想想然后加到了2万多 然后原来是3700X配2080Ti 现在是3900X配2080Ti 然后有时候小伙伴们反应 说二斤的店里配置 盖也有不盖的方法 就是加上去 是不是 然后其实也就想到了可能很多小伙伴 他也有这种各样的需求 因为我们的宗旨是什么 不买最贵的只买最对的 是不是就是什么样是最对的 就是最适合你的就是最对的 然后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台主机是否适合镜头前的你 首先在开门之前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台机箱的名字叫 暗黑配龙爵 黑金配龙爵 黑金配龙斧 其实二斤不太明白 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不是那么容易记住的名字 就是它又和斧头有什么关系呢 微星是龙 然后它是一个帮你就是在这种力气 就是生活中的这种搭配力气 就是配龙斧嘛 真的很不好记 这跟斧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其实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感受到这里是有磁铁的 因为在第一板二斤拿到的时候 它是没有磁铁的 以至于你就是东西稍微塞到有一点点挤的时候 它这个门都是关不上的 或者说是你如果就是稍微反正是关不上 尤其是后边 你看我里线里不好的话 但是现在它终于带了磁铁 磁铁还比较强力 也就是说你里线里的稍微不规整一些 都可以盖住它 然后在你搬动它的过程中 它也不会突然松脱打开门 对吧 然后细节好评 然后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改动 首先就是大家看到的内存条 内存条是不是有一点不太和谐和其他地方 因为内存条是3600C17 然后它的颗粒用的也是三星的B带颗粒的 这样一个名人堂的内存 就是性能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它就是不能和其他光源同步 看起来其实还是比较别扭 因为毕竟这一台机子我们原来用的是 芝奇的皇家戟 因为残侧透的这样一个玻璃 如果你不能同步的话 其实看起来真的是不太舒服 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不属于它的另外一个 就是它的水冷 然后大家这里可以看到 它这里用的是九州的这样一个堡垒 九州的堡垒去压3900X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接下来要说的 就是还有我们在这边看不太到的电源 电源本来我们配的是海运的这样一个750W的80PLUS GOLDEN的这样一个电源 然后小伙伴也换掉了 换掉了 就是为什么换呢 现在这颗电源是全金色的 金色的这样一个骨架的750W也是这样一个80PLUS GOLDEN的这样一个电源 然后为了彰显小伙伴尊贵的气质 在看不到的地方换了一颗全金色的电源 固态也不是微星的 固态我们原装的是三星的EVO PLUS 然后是1TB的这样一个容量 然后小伙伴换成了普科特的两块 一块1TB 一块256 就是也能用吧 不是说不能用 但是二斤总觉得就是两块这样子固态 好像稍稍有点点浪费 也许我们把它换成1TB和4TB的这样一个机械 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然后现在我们来说一说主板 主板用的是微星的X570 AC Carbon 二斤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小伙伴有的时候做抉择不是特别的明智 但是他现在选择这块主板 我觉得非常明智 对吧 就是根据官方来说 只要你不用最盖的X570去带3900X 一般都是带得动的 因为这次AMD就完全没有给我们这种超频的机会 你就是不太好的比较普通的板子 然后最好的这样一个板子 它的性能能提升多少呢 超过3% 我不信 我不信 就是它去选择这样一个AC Carbon 我觉得主板省钱省到这样子的话算是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 然后这台主机里面配到的显卡是摩龙2080Ti 对吧 这是二斤的一张摩龙 这张摩龙跟我的渊源就比较长了 就是二斤测导的第一张2080Ti就是微星的摩龙 它的不论从性能或者它的散热各方面来说都算是比较好的 都还比较好 然后这张摩龙二斤测的话也差不多就是一年之前 因为它是具有纪念意义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拿出来再抚摸一下 现在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一套配置它的这样一个表现 小伙伴配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玩游戏 我们看看游戏方面的这样一个表现 不论是大家在玩3A大作 或者是说现在主流的一些竞技类游戏 FPS类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除了这一方面我们当然就关心它另外一方面 毕竟它是一台比较贵的主机 这个时候办公方面也一定是要有一定的表现 办公方面不论是大家去做图 剪辑或者是去做一些设计类都是没有问题的 3900X配2080Ti一般都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如果小伙伴这不满足你的需求 那么这张卡每天拿着RTX TITAN在B站上说 我这绝对是全B站最贵的配置 了解一下 CUDA RTX 8000你值得拥有 那其实现在我们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然后小火龙特别可爱 是不是小火龙 然后因为我们这台机子是我们灵感的这样一个发源地 所以说呢 然后我们现在的淘宝店里的明星主机 其实是做了一些些改进 比如说条子换成了芝琪的这样一个皇家截 然后板子换成了X570 Godlike 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固态是三星的 然后它的这样一个水冷是海妖 恩杰的海妖 然后再包括我们的电源是海运的这样一个电源 所以说为了感谢这位小伙伴给到我们这样一个灵感 那么这小火龙送给你 然后包括二斤这里有的一些周边我们去讨一讨 都可以送给你 这是微星送给你的 对不对 就是为了感谢你这样一个训练 然后还加送一张二斤的签名照 不能少的就是一年的换星服务 你这里面的东西我们就只换不休 当然不能是人为的 不过二斤的小伙伴也不会干这种事情 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所以不管怎么说 也一直以来都非常感谢支持二斤的这些小伙伴 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我所有小伙伴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